你之前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吗 其实它是蛮感动的 然后也谢谢杜沙芬拉相馆 能够让我入住了三个不同城市的杜沙芬拉相馆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 也是激励我继续往前奔跑的一种动力吧 第一座是在北京 所以叫做北京烤鸭 第二座在上海叫做大闸蟹 第三座在这里是叫做菠萝油 菠萝油挺好的 最近其实就是多喝水多睡觉 其实如果睡眠不充足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起包啊什么的 其实睡眠质量应该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时长我觉得还可以更长一点 比方说六到八个小时 所以自然醒醒的比较早 可能是上了年纪 四地 它是四地吗 我有四个 你有三个啊 所以大闸是大哥 哦对对对 四地 可不是嘛 你看大哥的老糊涂的 数字都不会说 我总说马上要把你的拉相 天呐 盘 盘我的拉相什么意思盘 这是来报吗 最近知道就是来了老弟 看到欢欢的那段视频 那会关掉会关掉不会看的不会看的 动图稍微看一下动图稍微用一遍 欢欢有表情包啊 有爱 哎赶快查一下版权啊版权在我手里啊 嗯 然后我们有三大堂 我能够读这一段 连腿毛都乖乖折服于张一新下垂的角度刚刚好 真是厉害了 还有一个哪怕现在给我来一拳垂死我 我也爱 哇 这个爱真的是不为大 还是保重自己的生命安全 哦行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这是我的四弟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我是我的四弟 嗨大家 这是我的四弟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一个是我三大 三大 小朋友跟我一起合影呢 很棒的 我是张一新 我的三座垃圾 已经入驻香港杜莎夫人垃圾馆 小朋友跟我一起合影呢 我的蜡像兄弟在这里等你们 感谢观看